其实,命运这个东西,没有谁可以帮助你,只有自己能够掌控,相信命运的人,跟着命运走,不相信命运的人,领着命运换个方向走,忍着一生,做好以下这四点,你的命运,你自己说了算。 解读国学经典,传承中华文化,欢迎订阅禅世界。 读书 电影《风雨哈佛路》讲述了主人公丽丝坎坷屈折的一生。 她从小生活在贫民窟里,父母吸毒酗酒成瘾,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。 每天父母都会为了吸毒而吵架,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来满足自己的毒瘾。 当同龄人在父母的怀抱里无忧无虑成长时,丽丝连基本的温饱都满足不了。 只能流浪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,受尽冷言和嘲讽,乞讨为生。 后来,她渐渐明白,读书才能改变命运,这是她唯一的出路。 于是,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,两年学完四年课程,并努力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。 苦难牵绊着她,读书则拯救了她,她的生命在进入哈佛的那一刻完全改变了。 正如电影里那句台词所说,我知道外面有一个更好更丰富的生活,而我想在那样的世界里生活。 可能老天就是不公平的,有的人出生时就是荣华富贵,有些人则苦不堪言。 虽然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,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 想要逆袭人生,读书是门槛最低的方式,也是最快,最直接改变命运的方式。 没人在意你出身如何,没人在意你的长相,只要你成绩足够好,你就有机会上好的大学, 长更多的见识,认识更多的人,过上相对好的生活。 每个奋力拼搏的普通人,生活都会用最好的方式回馈你。 我身边许多朋友,出身小乡镇。 家境一般甚至贫穷,但读书特别用功,通过读书走出乡村,工作后努力扎根城市, 让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,父母得到好的医疗条件。 他们的生活在,常人看来没有什么伟大之处, 但其中的艰辛和付出,只有他们自己了解。 无关励志,这是重塑自我的故事。 无关输赢,这是改变命运的时机。 工作 想起毕业十周年聚会,看到以前我们班上那个最漂亮的女孩子, 和前几年容光焕发的样子不同, 现在的她仿佛换了个人似的。 面容憔悴,身材发福。 学生时代靓丽傲气的样子,现在在她身上完全不复存在。 想起以前读书的时候,我们去自习室复习, 她却总是躺在宿舍看电视剧,打游戏。 我们忙着毕业实习,她忙着谈恋爱, 为了物色最好的人选,男朋友一个又一个的坏。 我们忙着找工作时,她已经找好了合适的人选,开始准备结婚了。 参加工作后,我们每天熬夜加班, 她专心做着自己的全职太太,享受着被人养着的日子。 可惜的是,这样幸福的婚后生活并没能过多久。 没过两年,男人就开始嫌弃她,变胖变丑, 更抱怨她没能在事业和经济上支持她。 只能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男人的她, 只能卑微地忍受男人的出轨、辱骂和无端的指责。 日子过得水深火热。 一个人,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, 还是得靠自己的双手去拼搏。 想要和一个优秀的人共度余生, 就得先把自己塑造成同等优秀的人。 都挺好礼的苏茗玉, 打败自己原生家庭的困局, 努力工作,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 活出自己骄傲的样子。 欢乐送终的安迪。 虽然家庭不幸, 但她用学识武装自己, 用工作收入保护自己, 不依附任何人的, 让自己和自己爱的人过得更好。 而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军, 本来作为潜力无限, 却被老公我养你的谎言欺骗, 终被抛弃。 人这一生, 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, 什么人都可能变心, 但你工作赚的钱不会骗你, 工作带来的安全感, 不会骗你。 工作, 才是改变命运最实在的方式。 工作带来的收入, 可以让你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, 让你自己决定这辈子, 和谁在一起, 什么时候生孩子等等。 工作可以拓宽你的朋友圈, 让你有机会去看见这个世界更多的可能性, 去遇见更多优秀的人, 乃至那个要跟你共度余生的人。 甚至可以, 让你在将来, 站在心爱的那个人身边, 管他富甲一方, 还是一无所有, 都可以张开手坦然拥抱他。 他富有, 你不会觉得高攀, 他贫穷, 你不至于落魄。 婚姻 苏格拉底说, 好的婚姻, 给你带来幸福, 不好的婚姻, 可以使你成为哲学家。 婚姻无论优劣, 穷富, 都会改变我们, 可以说, 步入婚姻, 就是人的第二次重生。 演员佟丽娅, 出生于艺术世家, 看着光鲜亮丽, 然而背后的心酸, 却显为人知。 她通过公所心育而走红, 与陈思成结识于北京爱情故事。 可是清纯的佟丽娅, 却万万没有想到, 陈思成却是一个花丛老手。 这个世界上,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, 但是我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另一半。 在婚姻问题上, 一定要慎重考虑, 因为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。 婚姻会改变你的命运, 可是白富美嫁给了穷小子, 不一定就一地鸡毛, 穷家女嫁给了高富帅, 也不一定就锦衣玉食。 虽然婚姻可以改变命运, 可是它不是坐享其成, 也要有自己的努力, 如果你自己不付出, 不努力, 生活一样会将你拉回原点。 都说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, 可是在嫁得好以后还要做得好, 才会找到自己真正的幸福。 婚姻的幸福不是彼此改变了多少, 而是彼此适应了多少, 在彼此的磨合中找到幸福的正确方向。 生活不是童话, 需要365个日日夜夜的守候, 彼此在磨合中共同成长进步。 努力 夜经于勤而荒于稀, 行成于私而毁于随。 人的一生,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, 什么人也都有可能遇到, 但是, 努力工作得到酬劳是实际的, 勤奋努力以后, 获得的平安也是实际的。 虽然世界上有很多容易的生存方式, 但是最踏实的活法, 还是像倩夫拉船一样的肩负重担, 慢慢前行。 一个朋友的妹妹因高考失利, 患上了严重的抑郁, 三年以后结婚了, 之后不到一年又离婚了, 短短五年之内, 经历了双重打击。 朋友一家人情急之下, 把妹妹送去了海南的亲属家静养, 两年后, 因为海边疑人的风景。 她自己努力地学习美甲来打发时间, 成功克服了抑郁。 然后, 在家人的帮助下, 开了一家美甲店, 生意很红火, 裁员广进, 可以说, 算是人生一个小小的成功了。 努力是人生的最后一张底牌, 路, 每个人都有, 重要的, 不是你对路的走法, 而是你对路的态度, 你只有态度正确了, 你才能走对了。 谁都想拥有体面的人生, 然而这个世界, 没有那么多随随便便的成功, 真正的好运, 永远都属于努力的人。 努力是一种人生常态, 是对自己真正的负责, 不是你为了体面而作秀, 而是向着目标奋力前行。 张小贤说, 真正改变命运的, 并不是我们的机遇, 而是我们的态度。 所谓时来运转, 其实是针对大多数人的, 只是有的人抓住了, 有的人放跑了。 这世界上, 哪有什么命中注定, 只有一个个不甘心庸庸碌碌的人。 无论现在的你, 处于哪个人生阶段, 都不要放弃改变自己的机会。 哪怕, 只是一小步一小步往前挪, 也比现在站在原地的墙。 愿你不困于时光, 不幼于皮囊。 抓住每个改变命运的机会, 能活出精彩的自己。